我们今天聊天 我们也讲一下跟话有关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 已经网友看了我们的节目 提了很多问题 而且跟绘画的问题也特别多 特别是跟抽象 因为您之前做的那个讲座 从具象到抽象这个讲座 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这个兴趣 那之前您讲的主要是 从具象怎么走到抽象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 在这个抽象之后的这个发展 特别这个抽象这个表现主义在美国 它就兴盛起来了 我们来讲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前面讲的是 如何从抽象 如何从具象到抽象 对 其实呢第二个问题 我们艺术史上习惯了 把五三代美国所出现的 这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称之为抽象表现主义 其实如果我们说的更实在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国所出现的这个艺术现象 看的是这个抽象如何美国化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如何美国化 这个抽象化怎么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在很长时间 不是很长时间美国的文化的背景当成欧洲人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边 欧洲人 法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他们都认为美国就得到法国 对 对 就是美文化的地方 今天其实还是很多高雅的欧洲人都是这样看的 美国人就没这么文化了 而且美国呢 由于这样的一个文化沉船关系呢 其实美国的文化精英界它有很强的欧洲情绪 所以很多很重要的美国的学界知识分子 包括艺术家 他们内心其实是向往欧洲 向往欧洲有很多表现方式 有的美国人甚至跑到欧洲去 在欧洲成名 在欧洲发展 比如说英国的惠斯乐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美国人当欧洲学画 后来又回到美国 比如说撒金特 或者说是欧洲的画态就影响到了美国 比如说欧洲印象主义运动 那也可不可以说 因为欧洲一战二战的缘故 使到很多艺术家也往美国跑 对 就是说其实造成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凝聚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二战欧洲是战场 一片火海 德国人被战败了 但是英国法国也其实也拼尽全力 像英国这边也快完了 那么唯一新生的就是美国 所以战后都往美国跑是很正常的 就美国的纽约取代了巴黎 成为新的艺术中心 背后当然是资本的力量 但同时这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 虽然美国的强大 美国的崛起 美国成为当然的帝国 但是文化上它还是跟在工作后面的 什么才是美国本土文化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折迫美国的一些精英了 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某个时候 他们就会不断的强调 我们在哪里呢 中国人今天也这样啊 很多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这个中国经验 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的套路来做中国的学问呢 我们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学问呢 其实同样的焦虑也出现在二战以后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个现象啊 对 然后我们才能讨论第一个被称为真正的美国画家 就是波罗科 当然了我们今天认为他是抽象表现主 这是一个公认的一个流行概念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波罗科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被认为真正属于美国本土艺术的代表 也就是说波罗科出来了 美国才觉得我们有了自己的艺术 我们有了反过来可以领导欧洲的传统 而不是我们跟欧洲后面跑了 跟欧洲后面跑了 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造成这样的一个态势的人 就是著名的理论家格林伯 格林伯格是一个左派写手 他还不只是搞美术评论 但我们今天知道他最重要的是搞艺术批评 因为他最重要的是推出了波罗科 而且他推出了波罗科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不仅看到波罗科的那种罕见的艺术的那种独创力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波罗科是完全美国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波罗科 其实波罗科早上也很狼狈的 什么都试过 抽象乱搞 就都出不来 那么按照一般的传记和介绍 就有一个契机的波罗科是一个刺激 就看到印第安人在沙地上的一个仪式 印第安在沙地上用脚在沙滩上 画了画就画了大体图案 这个对波罗科一直很大 波罗科就把这个仪式帮到自己的工作室去 他把画布布布在底上 然后就把那个颜料罐打几个洞 然后就甩甩 他整个画画过程这个行动过程 甩甩甩甩甩 甩了以后又扔铁钉又扔一些粗刀东西又再甩 甩出来是吧甩甩去 所以他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印第安的一个本地仪式的一个重塑 对 一个 所以看他的画不只是说只是看到他的最后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一般认为他的画家的抽象百分之主义 这个还是有点狭隘的 其实艺术史如果对波罗科稍微多了解的话 我们对他的画有几个定义 大家不要忘了 第一个定义是 我们把他的画家叫迪迪画 迪迪画就拿了个油炎量桶 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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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堆 这迪迪迪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 我们把波罗科的话叫行动绘画 是因为他的画家叫行动 大规模的行动很内 而我们看他的画只是他这个行动的痕迹 我们通过这个痕迹去看他的行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波罗科已经不是个纯粹绘画 而这个意义是格林伯格产生出来的 行为在前 对 行为在前 迪迪在前 伊尼安人的本土仪式在前 这些合在一起 都是欧洲没有的因素 所以才有可能把它抬成 美国本土的坏家 代表美国本土艺术正式崛起 是吧 正式崛起 那么在格林伯格的强烈推动下 他终于起来了 18年19年前 我刚刚为什么说格林伯格是个左派理论家呢 其实 波罗科起来背后有格林伯格的重大功劳 是一个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左派杂志叫党派评论的一个编辑 1948年他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永俗的写实主义》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写实主义不仅讨好我们的知觉 讨好我们所模仿的对象 还讨好政治 苏联艺术这代表 对对对 苏联艺术这代表 所以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我要把格林伯格提出来呢 格林伯格台波罗科 波罗科成为美国本土艺术的重要代表 格林伯格是两条线的 一条线是针对欧洲 针对战后一片废墟式的欧洲 告诉他们听 美国亲爱的 本土画家 他有一年安能的传统 有笛笛画的那种大规模的抒情 有行动 而且同样 他是不能跟苏联的极权艺术 强调个人 他是打击苏联的极权艺术 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有主动性的 有个性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波罗科的整个声誉 建立起来 而且非常快 波罗科一下子从一个窮愁潦倒的 一愁莫展的 酗酒的一个画像 迅速起来 在格林伯格的推动下 以至于到了1952-1953年的时候 美国各大博物馆如果不为波罗科做个展 如果没有收藏波罗科的话 你的地位就要受了怀疑 连波罗科自己都开始演话缭乱了 我怎么想得这么伟大的 我就觉得美国艺术家有时候就很偏真 他画就觉得自己真正的伟大了 很成功了 大家想过没有 成功的波罗科带来巨大的苦恼 苦恼的结果是他歧视自杀 因为他觉得他成功了 哇他把级别画很厉害的 但是他总不能像我们中国的很多当代艺术家 画了20年的大家族画了20年的大批判一样 他画了几年他就不能再画下去了 再画下去你在模仿的吗 那我下不怎么办呢 他找不到出路了 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不愿意在原来这样画了 他觉得自己的创造力快要枯竭了 只好酗酒 买了个豪车 带着金发女郎这个花站也太过分 在一次酗酒当中出了车祸 和他的金发女郎一起死掉 我们只能把他认为是自杀 但是自杀的精神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自己创造力枯竭了 他太成功了 这种故事只能发生在美国 讲到这个自杀 另外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罗森科也是自杀 罗森科 我有一年在美国华盛顿 国家博物馆 国家美术馆 看到了一个罗森科大厅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罗森科自杀前的最后二十四张画 其实二十四张画 很大 美术画大概有 大概应该有三米多高 三米高 应该是三米半高 两米宽 可能很大 这个画其实就是涂涂成黑色 全部是黑色 方面有个说明 罗森科画完这个画以后绝望无比的至少 因为他同样认为自己创造力枯竭了 那么罗森科也可以归入美国这个浪潮 就是说 波罗科起来以后 美国就开始滚滚而来 这种东西 是吧 后边的这个琼斯 后面的劳森伯格 罗森科 雕塑的贾德 但里面的故事就很普达了 就是说 的的确确毫无疑问 波罗科代表着美国艺术的崛起 我们今天把它叫抽象 百分主义是因为它是抽象 表现了对不对 但其实 如果要回去来说抽象化的话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关于抽象化的具体的内涵 其实发生改变了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艺术对象的时候 我们还要明白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当我们使用一个名词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更加公共的状态下使用 比如抽象化 但是当我们一般而言 这样去使用一个关于抽象化的公共概念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的就可能会留下一些遗憾 这个以下就是读者所问的问题 就是它的抽象化和这个的抽象化 和每个的抽象化有什么差别呢 对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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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